这球防守起的不错 曾坤来后宫 再打汉头 小球 宫特蕾上来之后 我们看进攻点更多了 这球还是标志干外飞过去 连连进攻的速率还是非常快 所以我们怕有些防守队员这个球位已经对正了 但是也没有控制好 因为他这球还是有点飘 所以还是很难防 还是利用往常两边拉开 现在其实对于北京队来说 他的攻还是很明确的 遗传到位的情况下 他整个的战术组织 基本上是利用往常拉开来打 几个进攻点都能打出一定的成功率来 那遗传不好的情况下 还靠高球的定点强攻也有一定的突破能力 一下子就看到了二场的重要性啊 冰霞的到来确实能够把队伍的整个的节奏 进攻的节奏控制得非常好 也能把攻守的整体的进攻调动起来 組合人参与的效果 173 线下 • dilemma 面对三人篮网打的还挺果断 还是三人篮网六支手没有兵齐 这球三人篮网穿中过去了 成功了就成功了 篮回来了已经篮死 所以说还是篮网 篮网的共同当中还是有漏断 这球三人篮网穿中央 努力加油 努力加油 来回球 对天津队 来回球能力强的优势就无从发挥 前排 小球 举听队来说 零零 closer前排之后 三轮强轮 还是尽量的力量 阻挡击球了 这个球是给了一个触网 天心队可能要挑战一下 这边看上去应该是球碰了 挑战成功 给这一分重赛 给这一分重赛 北京队现在是一旦遗传不好 他整个的异攻的阵型也不乱 心态也比较稳 因为他的强攻能够打过度版 对于天心队来说 虽然能够抓到反击 但是我们看反击在没有攻的情况下 成功率还是很低 到底这个时候还是很关键 因为一旦遗传好的情况下 你给复攻的球一定要给好 让复攻能够打出成功率来 要不你的整体的进攻更单一了 就好了 绝对 很重的 他要有在迹根 他要是在迹根 这一部分 就不要 天津队暂停之后,双方回到场上 我们这球稍稍抬一个头 王源源的进攻能力还是非常不错的 所以关键在复工和二船的配合上 二船还是很重要的 给球能不能给到位 第五马长还是拉开 六马长还是拉开 不用了 三点过 自有人鱼也前扑把球救起来 但是北京队反击机会 这个球虽然最后经过来回争夺 杜青青四号位高点强攻打中 但是天津队在刚才 对方无功过往那么好的一个 软击机会情况下 这种球是长气势的时候 就应该四点攻打起来 不打成空门都算失败 挙都会地踢 跳你身后的 跳你身后的 北京队这个暂停叫的也很及时 这冰霞的再次防反的传球的取位啊 做的是非常到位 确实上得快 脚下很快 取位也很稳 所以你看 一攻也很 也非常好找这个竞争的位置 这二船在整个的一攻和反击当中的传球取位是很重要的 来往得分 北京队天津队来说很重要 没有让北京队把鼻子拉开 这个时候对于天津队的篮网来说 应该加加油 因为我们看他的攻还是很单一 在攻不下去的情况下 如果你的篮再跟不上 你拿分的手段就比较少了 北京队整体的节奏控制还是非常好 就是在对方给你压力的情况下 基本上自己不乱 你拿开 我让我拿破 加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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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немתですか 加油 加油 件事情 今天上来之后整个进攻的击球点还是比较高的 所以很多球我们看打上手打的还是很不错 一个篮网得分 14比15 以前在山东青年队的时候就打了主攻的位置 所以你看他对主攻的整体的篮到防进攻还是比较有经验的 也比较顺 这球也出界稍微有点多 前面的双方的发球成功率发进去的比较多 但是对对方的遗传破坏性也没有那么大 刚才这个球出界也太多 前面的这一段篮对方的被飞篮得非常成功 已经篮回了好几个 刚才这个球直接得分 肯定的两个副攻基本上都是被快被飞 这被错 然后他这个接应也几乎没进攻 对 所以就行不成掩护算不起来 对 所以刚才暂停的时候 陈导也在说让杨毅跑起来掩护起来 你没有攻 没有石扣你在这嚷嚷也行 没错 你虚长声势多少也能起一两分的作用 当然时间长了不管用 基本上要有经验的 就把杨毅这一点放掉了 前台冰打的还是很有劲的 他确实在进攻的手段上 进攻线路上比较散 所以你看 对于篮网人来说 如果中直线蓝死 斜线要靠防 那斜线又有小斜线 又有腰线又有大斜线 所以斜线的防守人的压力也比较大 也对篮网他如果不是做特别的更细致的研究 可能很难抓到他的主要线 就凭感觉 凭概念已经很难 对有些主攻是都不用数数 就看就行了 就是心算末计就能记下来 他如果没有细致算一算 你肯定是数不出来的 清宫的他的清宫大多数线 还是以中学线为主 他肯定的还是李英英在前排的时候呢 这个得分还比较相对容易 但是他一转到后排怎么办 还是这个问题 给你这个机会啊 就是个蜈蚣啊 好球 我觉得 王源源也是自拉自唱 自个上球 自个上球 自个償着 也是协调的工作 开始这种情况下 让它垫一下 才能把后边的节奏给带起来 打得更顺 直接空跑 还不一定有这感觉 其实王源源的整个的进攻的高度 和进步的能力 还是不错的 关键还是要看二船怎么调动 已经对这边换上王林 加上一船 盐盐这边的篮网高度还可以 但是有时候手还是比较偏软 19平 这几个球应该说摇底 整个的传球的质量也非常好 不好球立的也很不错 刘晓冬又到了前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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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陆青青这个遗传确实也没少追 另外呢 这是对卢尔克二号位的进攻 天津队还是要把中线 这两个球 包括前面那个 给炸手的那个 都是中线 你这个应该 就是应该是拦到手的球 他前面打了一个大斜 一个角质 这种球让他打了也就打了 应该是中线 你就拦不住 好 还是球低了 太可惜了 北京队22比19 这几个球中心内连续发了球 整个的节奏掌握得不错 一个网 其实场上呢 北京队应该提出挑战 很多时候还是确实一局 你看着还是一两分 一两分次的细节 谁站到这一两轮 要抓好了 你就能站主动 刚才曾成磊的二号位 我觉得天津队那一轮的发球 就没发光 就发得太简单 得让北京队轻松把那一轮过去之后 现在曾成磊发球来通知天津队 这球是弹网之后被篮网队员连回 这应该也是从赛这一分 还是曾成磊发球 第一个人 1.3.4.1号下 5.4.3号下 1.4号下 现在还要在前排换一个人 点个零 比较小 21比22 其实现在天津很明确啊 就是不管怎么样 我攻都给李莹莹这一点 所以对于北京队来说 重点上很明确的情况下 你的篮房也相对来说要清楚一点 刘晓彤今天整个的状态 因为在进攻的状态上打的还是非常的坚决和果断的 三个人男网我果就是你男网的问题 三人男网本身呢 它配合的难度比双人男网还难 也不是说你三人网 三人男网就一定比双人男网效果就一定更好 嗯 有时三人男网后排的防守空档还大 还是给零 王孟杰表球追起来 不过接下来洛尔克球太近网了 刚刚打到23平 不过三人男网呢是趋势 就是在有机会的情况下 像现在男排都是形成三人男网 但是他这个呢 是他的三人男网水平非常高 就真正形成三人男网的时候 真的让攻守有很大的压力 很难过得去 这未来肯定也是女排发展的一个趋势 包括在国家队也是一样 就是从现阶段 其实女排三人男网要达到难排的水平 所以还需要一定的时间 高水平难排比赛确实能做到 形成三人男网 就让你没有打的可能 你只有往天上打和调球 只有这两条路 男排主要是篮网的制空时间也比较长 所以他也好控制 23平 努尔克强务 平下打的也很明确 关键分打重点人 这边看看北京队怎么来篮防李盈盈了 努尔克发球也是很有威胁的 好球 杜青青这一轮也很关键 24平 迪克森这边的篮网能力并不是很强 你看几次杜青青在这边稍微进攻 迪克森的篮网的取位和时间对的都不太理想 天经的还是比较完整 19比22的情况下 这个追回来打成平局局面 哎呀 那我们这球明显的着急了 你看一传的位置都没有定 马步都没有扎吻 然后就出手电球 我这个时候确实是考验队员的心理的啊 我从没有思心杂念 还是要把技术动作做完整 蓝网还是救命 迪克森表示我也还可以 多少能来一两个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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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发力往下勒也行 对 还有保护嘛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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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是没打着 直接扣球界外 挑战期待 小伤体温26比25 北京队在这反超26比25 刘晓彤跳发 看这球给谁了 还是给你赢 下篮网 曾春来4号位靠球 非常好 好的 你往前拉开 迪克森被飞把球打中 两分的差距 北京队顶住对方一个局点 27比25 又胜了第二局 北京队现在是2比0领先 这次也一会儿 再一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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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再次 我们回到天津市人民体育馆的比赛现场 继续来看今年的米牌超级联赛冠军的争夺战 天津和北京的比赛进行到第三局 第二局的比分争夺还是很激烈 这球直接派案出网了 但是第二局比赛天津队两分惜败 还是有两个关键球 一两个轮次吧 没有把握的特别到位 感觉应该说整体来说打的还是非常顽强 因为我们从前两局整个的攻击力上来看 北京队还是在攻这一点上明显上有优势的 比赛进攻的手段还是比较多 那么在中后的线路很清晰的情况下打掉鞋和运营也非常主动 其实对于天津队的复工来说 因为北京队在前两局基本上都是靠边攻来打 复工球非常少 所以现在北京队一旦形成三点攻的时候 尽量的把复工这一点放一放 还是靠主动的去篮两边的球 相对来说能好一点 这边还是非常清楚 进攻的视野还是很广 他在进攻这一下还是能看到对方的整个的篮房的布阵 分房打成三比三 对方的组织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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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球感觉应该是在篮网的中间漏洞了 李军伟刚才奋力救球 广播盘吓得稍微的擦伤了一下 不是什么大伤 这次刘晓彤的起跳时间非常准确 这条通向过渡 拿开速度还是很快 前一位打的还是非常耐心 这次刘晓彤 第三局开局还是先焦躲 好 好球 这个宜传宁接的还是心比较定 先把球接好再进攻 短球 上的不错 传维卢尔克的节奏没有穿好 轻拍一个小时线 您这个变化还是很主动 再一个他整个的进攻的落点 也比较风散 所以对于防守人来说难度还是比较大 我顾了这边顾不了那边 曾经的这个场上的队员并没有受到大队 跟林比亚落后的勇敢 可能气势还是没有 下降的趋势 这场比赛总的来说两个球队心态还都是挺重要的 没有太大起伏 除了开局的那一点点时间 这点北京有几个一船没接好 偏偏还赶上是李云铭在前排的 赶紧张请给我一个暂停 这个时候对于北京队来说 相对算是一个他们的比较偏弱的一个轮次 一个是两点钩 再加上曾顺雷在主攻的这个位置 踩到第三局了 对于接一船的人来说 你的精力能不能跟得上 这个时候对于北京队来说 是需要有人下球 把这一轮度过去 这个招确实是多 你看那四五分它确实是有不同的线路 不同的手法 掌根磕 这个抓球 搓一半 确实是招还确实是拖 李云铭在前排给天天队转足了领先的分数 可以看转到后排之后能不能顶住 我们感觉就有点像说韩国女排的感觉 我发现这一段时间 北京队的一船并不是很稳 这对于北京队来说还是心定一点 因为你前面第一局也遇到过这种落后的时候 也是因为遗传不好 但是你后来通过你的调整 你的进风打下之后还是能够反复 尤迪也防了几个球 别管质量怎么样 反正是都起来了 还是都防起来了 造成这个球是判了 是不是是判了 判了出界 然后北京队提出挑战 北京队提出挑战 挑战在认为取过对方界内 感谢您的摆出 感谢您的摆入 判了 感谢您的摆入 权 呼吸 判了 感谢您的摆入 中文字幕——Y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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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个机会,球防的质量并不是很理想 陆青青的整个的进攻的进撤的脚下还不错 这个球是北京队在往前保护的时候 刘晓彤那球没保护好 直接给送过网 使得天津队赢得了这次防反当中后球的机会 你看陆青青换上来之后 他虽然也没有像李莹营进攻的一板攻的成功率这么高 但是他进攻还是有一定的成功率 所以他给李莹营这边的进攻还是牵扯了一下 很多球在打的过程当中 然后再一转移还是起到了晃了一下篮网的作用 而且主要是北京队这两大国手啊 在这局这遗传解不好 这其实是挺考验队员的 因为打到后面了 你的精力体能跟不上的时候要求你的遗传是要下降的 所以你怎么 我觉得刚才这个镜头给了克兰切维奇 而且天津外援也挺好 我体现就是外援他一种团队精神 你看有的球员吧 他自己状态不好 然后教练把他换下去 你再看他的底下他那脸色 就场上领先的时候 自己队领先的时候你也看他那脸色 就是说这个还是一个 就是有些外援呢 他还是有这个非常好的一个团队精神 嗯 越是优秀的运动员 越在越在这个赛后 只要球队赢了 就是个人的发挥好赛都是第二位 对啊 个人发挥的再好 您球输了 你一个人得三十多分 最后还是比赛还是自己队伍输了 这三十多分其实也没有拆大队 对于全队来说也没有拆大队 自己一分没得 但是只要自己球队赢了就高兴了 就其实对于集体项目来说 团队的精神还是很重要的 这个很重要 这是根本的 你就别有这个有的缺原是 你就别说像克兰契学机这样 还能给队友加油叫好 嗯 你根本的全是剩下 就剩跟自个儿交劲了 可以 这个北京队也是2比0领先的 这局遇到一些最后出击的时候 这段有点乱 大家现在各个队在打对手的时候 首先一点的突破都是从八球开始 谁的遗传一旦出现起伏 它直接就影响到了它进攻的质量 所以北京队还是要经历其中 比赛其实还是比较漫长的 五场三胜就是这个决赛 今天是第一场 然后下周二下周三 是在北京队的主场 打第二第三队 然后如果比赛没有结束的话 再接下来呢 回到天津的主场再继续比赛 今年的南排超级联赛已经结束了 这个上海队第15次夺得了全国排球联赛的冠军 这这个确实也是一个了不起的一个成就 北京队撤下丁霞 让丁霞调整一下 好 好的 今天上来还是很敢打 看起来 对不起 我们先前前一排 丁霞调整一下 丁霞调整一下 19号下 11号下 丁霞调整一下 丁霞调整一下 加油 丁霞 加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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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暂停并没有对天津队场上的节奏有什么影响 还是领先着8分 这个时候对于北京队来说 你想打乱天津队的节奏 发球还是很重要 怎么能给他发破弓了 让他打条弓 你才能慢慢的找到防犯的机会 球打标志刚才接外 这曾春蕾四号位进攻还可以是吧 球打标志刚才接外 球打标志强志 电调得不错 第一次 3 点贱 这球给防回来 尽业防回来保护起来 还是抓心 有所质量于一般 北京队防茄增轻地清掉 天津队请求一个暂停 这也是排球在一旦你落后 就是属于逆风球的时候不太好打的 一个重要原因 排球的规则是每局每方有两次暂停 你刚要起势头的时候 刚得两个人 就光一个暂停 有一盆冷水浇下来 排球比赛一旦分速落后跌了的话 不太好对 暂停完了迪克森发球 就是受到影响最外 这招在女排还仍然管用 南排不管用? 南排已经不管用了 南排管用是在悉尼奥运会到雅典奥运会 那时候是管用的 尤其是雅典奥运会 雅典奥运会 雅典奥运会 基本上对于他们来说 就是雅典奥运会的比赛 就是教练美局的两次暂停 就是用来让对方发球失误 这个时候他的技战术已经不需要太多了 但是到后来已经 到08年12年到现在已经不管用了 你怎么叫暂停都不管用 其实这个对于队员来说 他稍微注意一些 阿球就会掌握一点 也是说着容易做着难吧 我觉得人家国际男排 是用了至少是三届奥运会 就是三个奥运会周期 就这招才是不管用 所以这个有时候看奥运会的 这个男排比赛看着真是 这发球的状态一来的时候 你怎么都来 怎么都摁不住他了 你怎么暂停换人 他接下来这发球还发得多分 真是什么一招 还是技术过硬 他就是达到这种技术心理的过硬 对 而且四人揭发球们也是男排来的 面对强跳发就是四人揭发球 你在家这教练招招多着呢 叫个暂停要个挑战 现在要个挑战我再换个人 这中间能破坏你好几次节奏 但他能连发好几次 五位 一处 一处 三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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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位 Gibi lаков Gibi lаков 四 好了 反擊的機會 抓得不錯 这局比赛北京队前面落后比较多 争执着也是属于光脚的不怕穿鞋的 把任凯仪和金叶连续换上来 双方暂停完了回到场上 来郑春来发球 这球发的不错好球 只要是球发好对于双方来说都还是有机会的 这个换人招就是这个属于完全是卖个破绽 换上来的就吸引你给光脚发 曾坑蕾当然这么发也没什么毛病 不过呢就缓解了那边顾清兴的压力 张宇发球天津队的局点 天津队在接近这一局胜利的情况下也在心理上有比较明显的波动 其实天津的整个的遗传也并不是非常的稳定 所以还是要看对方发球的整个的攻击性能 你只要能发出性能发谁都能成功 这球四线是一戒内 看看北京队会不会挑战 可能是压线从这个转播镜头来看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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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看结果 正好压到一点线 这样天津队是扳回了一局 双方前三局战成2比1 稍时休息 我们再来看双方第四局比赛 1 2 2 3 2 5 6 7